大家好,我是霍兰 我是一个脱口秀界的新人 很多人问我说 作为一个脱口秀新人 上脱口秀新人 上脱口秀大会你有啥感受 我能有啥感受 刚才进来的时候被保安拦住 差点没进来 真的,还是B干导演 看见之后过来帮我解围 结果他也被扣下来了 接下来真的很多童年回忆 蔡明老师家喻户晓 当时跟郭达合作了 二十多年的春晚 被称为打女郎 蔡明老师人特别的好 我们刚才去跟他去对稿 然后就不好意思 他说就这么当着人面 去吐槽王晶黄生一 这不大好吧 就迟迟找不到那个状态 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我跟他说这样子 你就把我当成潘长江 这俩有个小貌 他咔咔咔咔 骂了我半个多小时 这些年 蔡明老师的确在跟 潘长江在合作嘛 每年春晚之后 就看到网上很多评论 对吧 对蔡明老师的批评 吐槽 还有少量的肯定 如果你去看后台数据的话 这些肯定主要来自于 香港地区 认诚宋丹丹了 蔡明老师自己心里 特别的强大 对于这种评论不为所动 就只是拿小本 默默全都记下来 第二年春晚上骂潘长江 对吧 把潘长江都喷蒙了 同样是评论 为啥你有声音 对吧 郑泽氏 郑大哥 长相特别憨厚的一个大哥 而且 凭借这张憨厚的脸 他的戏路特别广 就一正一邪 就演正派 一脸忠厚老实 演反派 一脸忠厚老实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不光演戏这张憨厚的脸 能给郑大哥带来好处 后来就经商 凭借着这张憨厚的脸 赔了两千多万 欠了很多钱 欠钱之后 人家也没想着去躲避 就一直努力派人 散播着自己已经去世的谣言 结果观众都信了 债主没信 然后黄胜一 大家都说什么 演员的诞生里面 海娃那段演得不好 我觉得演得挺好的 都要抱着脑袋在那边摇嘛 我真的觉得演得挺好的 就只是搞不懂 你海娃都丢了 怎么还有心思在那蹦迪呢 黄胜一真的很漂亮 就当年看功夫 用那种经验啊 当时就觉得 哇 怎么会有人比火云鞋 什么漂亮这么多呢 B干 被称为才华横溢的新锐导演 喜欢参加各种电影集 荣获各种奖项 听说出道大会有Talking 自己带着片子就来了 B干之前还喜欢写诗 特别厉害 喜欢在QQ空间里面写诗 要么怎么说人家的电影 空间感那么强呢 难得这么文艺的人 就是这么接地气 他不理解 我问他 你写诗为啥 非要在QQ空间里面写 他解释得特别合理 他说偷菜方便啊 咋的你这边投菜边写诗 你写的是田园诗啊 你是QQ桃园明白 哇 你写诗 你还开个QQ音乐 你还能写出岳父诗了呢 我们主咖王精 大家都说人家拍烂片 你就没想过 那些烂片可能都不是 王精导演拍的 就灌名王精 就是为了平息观众的怒气 真的花了几十块钱 看完了什么玩意儿 刚嘴员骂一看导演王精 算了 对吧 怎么说呢 那片子要 导演要不是王精 都不足以平民分 说实话 真的这些年 我越来越不喜欢看这种 沉重深刻的电影 我就喜欢看那种 看一会儿就能睡着的 就是王精的这种电影 真的 我觉得现代中国人 不缺深刻就缺教 他的每部电影 我都会去电影院 花钱支持 就王精两个字 在我看来 那就是质量的保证 睡眠质量的保证 一听说王精老师 有新电影上映了 恨不得脖子上套个睡枕 就过去支持 看完了睡不够你知道 还问呢 说哪里有澳门风云 三部连看啊 看完了还去前台 说再给我来一张 最近的澳门风云 快点的 说不定这梦还能接上着 所以说前段时间 看你追龙 就看得很郁闷嘛 就行刺工作一天了 累了对吧 去演员院睡觉 放松放松对吧 看了十多分钟 觉得不对劲 嗯还挺好看 看了两个多小时 累死我了 真的是 我这睡裤都穿上来 你给我看这个 你是王精啊 这是你该拍的电影吗 睡枕都摆正了 你怎么自己的位置 还摆不正呢 其实啊不管王精导演 拍好片拍烂片 我都会去电影院支持嘛 烂片我就睡觉 好片我就保持清醒 希望更能更快看到 比追龙更牛 更好看的电影 谢谢啊 我是霍兰 谢谢 刚刚你们七个人吐槽了我 很爽是吧 作为拳击手 我的人生信条是 能动手是 不动口 但是我打拳的出场费太高了 今天动到口算了 咱们从老前辈张指导开始 因为拳怕少壮 篮球是我最不熟悉的项目 从我15岁不长个儿之后 我就再也没关注这个项目了 我印象里 没有见过张指导 但是他还挺随和的 没什么架子 刚才后台 他还主动给我打招呼 说 哟 是没有 好久不见 哎呀真是 抬头不见低头见 张指导是著名的篮球解说 网民称他为第一科蜜 我多希望他 也是我的铁月份 这样他解释我的拳台的时候 我击中对手 他说 厉害 拳就应该这么打 哎我挨打了 他说 哎 这拳就得这么挨 得劲 我打倒在地上了 他说 一个专业的拳手 就得这么摔 合理 然后我没爬起来 他拿到头 这要是科别 早就签了 凌晨四点就签了 潘晓婷 晓婷 我们是好朋友 至今 还在单身 虽然我和 盈盈 跟他关系都挺好的 但是我们从来不向他 吹婚啊 问他这些情况 这有什么好问的 有什么好吹的 结婚男好 不过 这是 不过就是在 你孤独的时候 有个人 陪陪你 在你生病的时候 有个人 一口口地为你要 拿到金牌的时候 可以用金牌向你求婚 再生两个大唱小子 让全国人民都好羡慕你 有啥好的 没意思 陈以如 飞轮海的成员 五项男团 其实跟我们拳击手一样 吃的都是青春饭 只不过 他们吃的青春饭 靠脸 我们吃青春饭 靠的是 不要脸 天天被他脸 李小鹏 体操界的传奇了 小时候就听说过 练体操能长个儿 小鹏 练了十几年之后 在身高 终于跟我一样了 我很羡慕体操队 每次奥运会 他们一个人 就可以拿很多快筋牌 而我们拳击 拼死拼活 打了好几场 最多也就拿一块 打温场 鼻子脸肿的 躺在那儿 躺在那儿 突然听到 一醒 这样一看 廖鹏拿金牌了 怎么办 只能平复下心情 继续睡 最后没睡一会儿 又听到 廖鹏又拿金牌了 就这样 我们一会儿 他们拿一块金牌 我们一会儿 他们又拿一块金牌 那感觉 真是一寸光阴 一寸金牌 当然运动员靠成绩说话 我们拳击队 没有拿金牌之前 开奥运会动员大会的时候 坐在前一排的永远是 乒乓球 跳水 体操 最后一排的 一个是拳击 一个是足球 不要想 坐在前面的都在表决心 我们今天拿三块 我们今天拿四块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拿 到了我们这一排 我们的拳击队压力特别大 只能靠我们了 难道还能靠足球吗 你们还吐槽我的海盗 是他吧 我知道大家想看拳击 都会喜欢看那种进攻型的 那我是那种防守反击型的 外行的人可能不懂 我普及一下 打拳击 必展场的人 是有优势的 而我没有这个优势 也就是说 我跟对手同时出拳的时候 他可能会先打到我 所以 我硬怼的话 是会吃亏的 我打一个比方 如果一个霸王龙 跟一个长臂猿打架 是不是长臂猿的拳 先打了霸王龙 是不是长臂猿 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围观人他不懂 他只会在旁边 对着霸王龙说 你上啊 你打他啊 这种人就是没挨过的 他不知道 你被打的那种痛 气都喘不上来 这个时候他在旁边喊 上啊上啊上啊 我怎么上啊 我说那你行你上啊 反正我是不会硬上 我早就试过了 如果正面对 我可能连我老婆都打不过 也是因为 我的海盗士打法 才帮拳击队 拿到了中国 第一枚奥运金牌 我参加过三届奥运会 从一个毛头小子 变成了两个毛头小子的爸爸 打完奥运会后 我开始去追逐我自己的新的理想 2013年 我以31岁的高龄 去美国打职业 既然能放下一切的荣誉 我就做好了 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 比赛有赢就有输 上一次 不就没赢吗 有人觉得我输得很惨 其实也没那么惨 还是拿着动两颗金腰带 我输得最著名的那次 是输给了马云 这个你们真的不能怪我 这片子是他花钱拍的 招数也是他设计的 虽然我是有点不服气 但是只能使劲地说服自己 这拳王阿里 是我的偶像 但是马云又是阿里的老板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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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就输一次吧 运动员的生活就是 训练训练训练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假期 小朋友我们都懂 我们在备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半年多没给家人通过电话 过年时候 我们都一般在东迅 偶尔能回家过年 也是鼻青脸肿地去走亲戚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老婆 她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这一路都陪伴在我的身边 无怨无悔 我能做的就是给她 多买几套衣服 她想怎么换 就怎么换 运动员把青春献给了赛场 我们重新进入社会 有多艰难大家不理解 上个节目就指着我们不务正业 但我们不光是运动员 我们还是父母的孩子 是丈夫 也是父亲 我上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 运动员通过努力 也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而面对这样的生活 我不会闪躲 谢谢大家 我是周世民 大家好 我是王力宏 我来这个节目之前 很多人在网路上留言说 为什么你王力宏要上吐槽大会 一个人生大赢家 为什么要上这种节目啊 王力宏疯了吗 我现在知道好像有点点疯 但其实这个年代 大家都太玻璃心了 你们都要明白一点 就是比别人dis 现在未必是坏事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哪怕是王力宏 仔细想一想 刚刚嘉宾们吐槽我的点了 微博上早就见过 我根本不在乎 因为每一条我都举报了 开玩笑 有人说 我来这个节目 怕不怕脱粉呢 我还怕脱粉吗 我连鞋子都敢脱了 如果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你取这个名字 一听 就觉得不太健康啊 不适合做音乐 音乐是人类的精神食粮 热狗是一种垃圾食物 所以健康生活 要多听音乐 远离热狗啊 热狗的歌里啊 就是diss diss来 diss去 更不屑我们这些流行歌手 我啊 桃哲啊 JJ啊 Jolin啊 杰伦 都被你diss过 非常高产啊 谁红 就diss谁 都说热狗的词写得不错 他哪里在写词啊 明明是在碰词啊 虽然 热狗diss了这么多人 我还是很佩服他 因为热狗早年的 说唱 还是很real的 这两年呢 嗯 怎么说呢 越来越skr了 桃哲 桃哲 真的是 我最好的兄弟 从小 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而且是紧身裤 桃哲刚说 我唱得太紧啊 其实不是我太紧啊 兄弟 是你太垮了 唱歌全是 Oh yeah I love you Oh yeah 无法再爱你 Baby Oh yeah 说你也爱我 Oh yeah 他不是R&B教父 他是Oh yeah教父 你一个人啊 又要唱歌 又要Oh yeah 自己捧自己的唱 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 你不用这么累 内地就有一个组合 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里面有一个人 专门负责Oh yeah 名字叫做 凤凰传奇 我兄弟 其实 你可以考虑 跟凤凰传奇合作 或者是找一位 说唱歌手 像热狗 非常适合 I love you Oh yeah OK 可以啊 OK 我还记得第一次 见到陶者 二十年前 他开着一台 很炫的跑车 戴着墨镜 仿佛看到 凤凰传奇的MV一样 他又摇下了车窗 眨下了眼镜 Oh yeah 帅吧 我当时就按下了决心 我这辈子不会买跑车 王沛宇老师 金句就很厉害 一个字就可以唱很久 祈当年 一点都不浪费 有一次 我带我侄子去听戏 果然 小朋友 很快就睡着了 所以欣赏金句 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 我很佩服王沛宇老师 一直在推广金句 上各种作品节目 推广效果非常好 大家都记住了王沛宇 忘了金句 我也是戏名 我的歌里 也都加很多金句的元素 用我的一点点影响力 为传统文化出一份力 关于歌曲里面 加金句这件事 佩宇老师刚刚也给了我一个 非常专业的建议 不要加 佩宇 俗话说得好 你不加 我不加 金句何时能开花 你不唱 我不唱 金句舞台空荡荡 听说 菲菲 也是一个音乐人 听说 没亲眼见过 但来我的吐槽大会 可能是你生命里 最接近音乐的一次 恭喜 石子 听说你最近也开始玩音乐了 吹笛子 能吹响吗 能吹两只老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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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菲菲啊 你得向池子多多学习 王菊 号称中国碧阳斯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模仿别人 华语音乐应该有自己的坚持 放心 王菊 这件事 如果我见到了碧阳斯 我不会告诉他 让他继续当一个菊外人 怎么样 王菊 这叫做大菊为重 你的粉丝真的很棒 特别创造了菊化宝典 来支持你 说你无所谓菊 一菊两得 菊势已定 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你就在节目中最终 被迫破局 被迫出局 被迫出局 这个保顶可能写得不准了 其实王菊在节目里 是真正的逆风翻盘 节目结束后 就迅速地顺风崩盘 没有 但是 我出道 其实出道只是一个开始 想要在演艺事业中 走得更长久 作为前辈的我 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和所有的演员 所有演艺界的年轻朋友们 记住五个字 转发杨超越 以前有人说 我撞脸黎之亭 普巴甲 还行 那都是帅哥 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高晓松了 还有人说 我像张学友大哥的表情包 听到这里 我真的是 情绪逐渐失控 你刚没有样 其实 现在对我而言 形象啊 外表啊 穿着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能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什么样子的作品 能给出什么贡献 大家都说 我是学霸 其实在家里 哥哥弟弟都比我优秀 我哥哥高考的时候 是全校历史以来第一名 当时的布什总统 还亲自写信祝贺他 跟他们比 我就是个学渣 还好 我会拉琴 音乐学得好 有什么办法 还不是因为文化课 考不够他们 出道这23年来 我演了20部电影 出了20几张专辑 发行了219首歌 这么多的作品当中 谢谢你的鼓掌啊 但是无论从改变自己的环保意识 到盖世英雄的金句说唱 从心中的日月的少数民族R&B 到AII的人工智能电音 我写的一直都是心里 最想和粉丝们说的话 我一直都在跟你们用音乐 诚恳地交流 今晚我的目的明确 带亲到全世界 一直是我的梦想 也从来没有改变 因为我相信 我们的文化和情感 最能够给世界带来 爱与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给龙的船人2060 要去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城市 这么多的地方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人的音乐 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会继续演 继续唱 一直到84岁 也就是说 我们的约定 真的到2060 到时候 你们如果还来我的演唱会 二哥我 还帮你们擦座位 谢谢大家 我是王力宏 也是我的同行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 谢南 那很多人 对于他跟吴京的感情 会很好奇 因为网友都会想 这个奇女子 究竟有什么样的神力 能够让这只战狼 对他服服帖帖的 下面我们掌声有请 驯狼高手 谢南 大家好 我是谢南 还是有点紧张的 今天的主题呢 是退网吧 我累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上网冲浪的 网上的一些套路呢 也略知一二 比如说 热搜 难听 那就是流量明星 又发新歌了 你们懂啊 你们 难看 就是流量明星的 拍新戏了 但是像脱口秀大会呢 就不可能出现 像难看这样的热搜 如果出现难看 那肯定是拍到了 流量明星 徐志胜 对不起志胜 我是你的言本 我们经常说自己要退网 但其实这事挺难的 因为我们对网络都非常的依赖 像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啊 他们都很喜欢在网上 搜自己 无惊也会 没想到吧 浓眉大眼的也干这事 而且前几年的时候呢 他不知道说你搜啥呀 大数据就会给你推送啥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媳妇 糙了 为什么各大网络平台上 全是我一个人的新闻 咱们生活一定要低调一点 我说大哥 你是不是又搜你自己了 你搜吴京 那当然出来的全是吴京啊 他说 嗯 没有啊 我也搜 战狼 百亿影帝 全世界最野门的人 我呢 在网上也很喜欢用 吴京的表情包 好用 用过的都说好 是吧 别人加我微信的时候呢 打招呼就是吴京的表情包 我就刷 回他一个 他又发我一个 我们两个人就莫名其妙 斗上图了 而且我还没斗过 我这个好胜心 一向就上来了 我就叫说 哎 吴京 来 现拍 给我来一个 吴京打采 给我来一个 给我来一个 精精有味 还有一个什么 受宠若惊 但是 感觉啊 就差那么点意思 哦 对了 去把那套小绿运动服 给我换上 我在网上呢 也很喜欢磕CP 像智盛啊 跟广智的广岛之恋 就非常的让人上头 吴京的CP呢 我也磕 他跟段一红啊 天天在微博上 死鬼来死鬼去的 一点都不背着我 而且他知道 我关注了他俩 所以吴京就跟我说 哎 就是闹着玩啊 假的 我说不行 你跟我可以是假的 你跟他必须是真的 现在有很多网友呢 大家也喜欢上网去考古 是吧 也有人会考古 我们俩之前的节目 这个节目呢 其实平时我们俩 也会看 尤其是吵架的时候 吴京就会给我看一些 以前一起上节目的 甜蜜的cut 然后说 哎 你看你看你看 以前啊 我气你 你一会儿就好了 现在我一点没变呀 还是那么气人 你怎么就越来越 不扛气了呢 有的时候我想啊 大家之所以考古 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明星微博 是越来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没有什么人去真实地分享自己的生活 点进去呢 看到的只有大家发的广告 感觉他们发微博 就只是为了完成工作 哎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粉丝管明星发微博 叫营业 那微博不就是一个营业大厅吗 怪不得有那么多的流量 流量了 大家都知道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经常就是 越初 还有 越末 就没了 不好意思 至少我就冒犯了你 当然也有人会说啊 谢南 你自己的微博就很有意思吗 我小号可有意思 我现在都用小号刷微博 很方便啊 我想关注什么就关注什么 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之前呢 我就在脱口秀大会官微的下面发过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谢南特别适合脱口秀大会吗 现在大家都说要退网啊 但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 我们会有这个想法 可能就是因为 网上总有人杠来杠去 就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样的人才应该退网 最后 希望我们都能好好说话 争吵少一点 表情包多一点 小绿运动服永远给你带来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谢南 超级紧张的 无精扎采 那讲的还是津津有味道吗 可以可以 谢南你也可以出表情包 你叫真的会谢 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讲 我先说一下 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紧张 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之后 我就发现以前就觉得 哇 文本好强 表演好棒 然后现在你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打磨的过程 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它是一个很工整 很需要技术性的活 对 今天再次欢迎我们的搞景校园大老师 各位大家好 两位 我挺尊重挺感谢这个舞台的吧 然后我想这次在这个舞台上讲一些我非常发自内心的比较感触的事情 对是关于我最亲的一个亲人 读稿会的时候我就很失控了 就哭得不行 觉得点太触碰内心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话语可以去安慰他吧 我觉得就陪着他就好了吧 那本那个绝对不是两天之内能写出来的 桌子都非常好 好报了 斯文今天真正说了心里话了算是 前那些期我觉得我就是不欣赏他 我觉得他那些就是不搞笑 但今天确实让我开始笑了 就是他如果知道他的事情被很多人知道 而且很多人会因为他笑的话 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开心吧 所以还是有一些情感上的寄托吧 对我来说 我还是觉得能进半决赛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一期节目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句号 主要是觉得你忙了这么多期 如果说没有什么成果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失落 我觉得那次读搞会的 哭完之后好像就是释放了很多 享受这个表演吧 就把这个东西讲得好笑一点吧 我们欢迎有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要孤独啊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些事 就我小的时候其实家条件还可以 当时我们家呢 撞了全市第一批坐机电话 就九几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啊 我们家周围亲戚朋友就根本没有接过电话 哇 我们家人特别自豪 天天在家把玩那个电话 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就实在不知道能打给谁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妈在广东做生意啊 经常给家里寄来一些那个新潮的东西 比如什么音响呀 随身听啊 有段时间呢 还寄回来几罐咖啡 但那个咖啡寄回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喝 就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姥姥把那个咖啡拿出来 我姥姥自传人嘛 看着咖啡就说 那个咖啡都要过期了 明天多给我喝咖啡 但是没有人愿意喝咖啡 你懂吧 然后我姥姥只能自己喝 从那天开始 每天早上我姥姥会拿一个绿色的糖瓷碗 哇 充满满一碗咖啡啊 又苦又浓 抱着那个碗倒吸一口凉紧 你妈妈一天买这些东西浪费 一饮而尽 然后那段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很诡异的画面 就是我姥姥坐在那 面前放了两根油条 喝一碗咖啡 你就看她满脸痛哭 把那个油条往咖啡里面撕啊 一边撕一边说 老天爷哦 那不让我受那个养嘴吗 我还劝她 我说你不喜欢喝咖啡 你就不要喝 亲戚朋友来给他们喝 你不懂 对我咖啡好鬼哦 给他们喝都是浪费 你知道后来一段时间 我姥姥生病了 然后医生给她开了一些中药 我姥姥当时端着那个中药 还要尝一口 这样 那个中药味道还怪好 别对我咖啡好火头咯 两罐咖啡 我姥姥整整喝了一个多月 每天都非常痛苦 就这她出去还要给别人炫耀 我女儿买了个咖啡 好哦 后来好有精神 干活好有理气 好 结果我妈一回家 看我姥姥天给别人炫耀咖啡 我妈说 妈你这么喜欢喝咖啡 再给你寄几罐 不要喽不要喽 我浪费钱 我说 给你买啥都说浪费钱 最后还不是用得很开心 这个咖啡是真的不要喽 女儿哦 妈妈累一辈子吃了好多苦 都没有那个咖啡苦哦 我妈说你懂啥 人家外国人天天喝咖啡 我姥姥教育我 问问啊 听到没得好好学习 外国人为啥子生活过来好 都是因为冷吃苦哦 我觉得我姥姥这个人 可能从来都没有感觉过 什么是孤独 因为她不管随时随地 也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因为有一次我们坐出车的时候 我姥姥坐在前排 她就开始跟司机攀谈 她说 小伙子 你们这个工作好哦 司机说 还行 好 一年四季都可以吹空调 你知道很多老年人啊 到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然后特别希望儿女都回来陪陪自己 但我姥姥从来不 她特别喜欢到大城市来 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我姥姥特别喜欢 大城市的一切热闹的东西 但她有时候呢 对大城市的这些东西 也不太理解 大家生活方式 她都想不太明白 就有一次在大街上 她就问我 那么多人排队是龙傻 我说那星巴克 排队买咖啡呢 啊 冯楼冯楼 快走 你知道我姥姥到最后 她还在香港 我小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姥姥有一种 很神奇的能力 她可以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 跟所有人交流 她刚到香港没有几天 她就知道了 那个小区所有的八卦 每天在电梯里面 跟我小姨八卦 说哎呀 谁家的女儿又离婚了 谁家的儿子又坐牢了 我小姨回家就跟她说 你在电梯里面那么多人 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大声 我姥姥说 拉帕傻 他们又听不动 我姥姥在香港呢 还交了很多国外的好朋友 我记得她关系最好的 是一个印尼老太太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 我看到桌子上有张照片 上面是四个老太太的合影 我姥姥还比了个耶 我一看照片后面 写了一行字 她说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感叹号 这个是我姥姥写的 底下还有一行英文 I don't think so 我有时候就问她 我说你 就是 你看别的老人 都喜欢在老家待着嘛 我说我姥姥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在香港 你不觉得寂寞吗 他说 哎呦我在香港好开心哦 香港那么多老头 我说你每天生活也太开心了 你那生活就没有烦恼嘛 他说 Yo 每一次一回老家 他们都说过是个 华侨 好烦哦 我觉得我姥姥带的地方呢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是去年她去世了 享年91岁 就是 我一直很想在脱口秀里面 讲讲我姥姥的故事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她是一个建筑工人 每次工地下雨的时候 她就在屋里面 跟她的工友们 讲故事 说笑话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然后我姥姥会拿个帽子 挺晚了给钱 我觉得我姥姥 真的是中国初代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我今天 能站在这里讲脱口秀 完全是因为我姥姥的遗传 她真的比我好笑太多了 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 我姥姥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 当她走了之后 我们都非常孤独 所以我想跟我姥姥说 我们都很想你 怨天堂里没有咖啡 谢谢二位 好 喜欢斯文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只要愿意讲这个 就很难确实 斯文身上不容易的事 不止这一件 这两年经历了很多不顺利的事 也挺艰难 不 我好有感触 我听这段 因为我也是 我是跟我姥姥一起长大的 从小没跟我父母身边 所以听她讲姥姥的故事 就是想起老一代人 就是这么过的日子 她的那种关心 就是通过 老一辈怎么传给她的 她就怎么传给儿孙辈 然后只有跟鸽背人在一起 长大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所以好笑的同时 也能想起我小时候来很多东西 非常有同感 谢谢老师 听完觉得很温馨 是的 我们都能记住 你有一个很快乐 性格很好 然后口才又很好 又很幽默的姥姥 要特别感谢你 能把周围的一切都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点很棒 其实今天我来的时候 压力还蛮大的 就是我觉得讲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比较重 就是我怕我讲不好或者怎样 但我刚刚上台之前 我一直在说 我说姥姥我要带你当明星 我觉得她应该很开心 所以我听她来很开心 好 那我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周围 谢谢 拜拜 拜拜 挺紧张的 我特别怕她讲不好 拜拜 我以前很鄙视那种 在台上煽情的人 我就特别特别讨厌这种 然后我甚至会觉得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对着摄像机 就能哭出来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段 其实80%都是真事 真实的东西 就是你会不由自主地 会有感染力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而斯文这一段 也挺感慨的 就是脱口秀呢 大家听多个也会发现 它肯定不是一个 就纯 逗大家笑啊 还是什么 我觉得斯文今天 最打动我的就是 真 就是他这个 对 就是这个感情也好 他想 他对他搞搞的爱也好吧 今天这也还是 他一个生活当中 而且给他 给他深有体会的 这么一东西 但是他今天终于脱离了 一个独立女性的 这么一个 对 角色 他写家庭温馨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脱口月圆很不容易 就是其实讲自己的事情 是要有很多勇气的 而且一个人 其实你能讲的事 只有那么多 但是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观众不停地对你有期待 不停地对你有期待 但你不知道 拿什么新鲜的东西 来让大家觉得 我可以更好 这种压力 而且他们每周 这么不停地输出稿件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太棒了 很惨的 这个我深有同感 因为我最近发了新专辑 不容易啊 唱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说这段怎么迅速地融入了 对对对 不就是来宣传吗 专辑名字叫什么 哦 炼金术 炼金术 虽然这个题集非常的生硬 是吧 对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新的新专辑炼金术 多多支持 谢谢 那你刚刚觉得 斯文的表演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感人 对 大家好 我是吴欣 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的现场 今天呢 是我们第六期的积分赛了 主题是 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这主题有点针对我 就是 大家也知道啊 我单身也确实很久了 这我妈有时候就问我说 哎 我说吴欣啊 你都三十六了 你咋还不着急呢 不是 我说妈我急啥呀 哎 你看我这条件嘛 这个 相貌端庄 工作稳定 那个有房有车 我有一天去相亲 讲哪个大妈不得问一句啊 我妈说对 哪个大妈不得问一句啊 姑娘你都三十六了 你咋还不着急呢 有时候我妈就总问 我就特别烦 我就想 哎 我拿网上的新闻糊弄她 我说妈你看 我这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妈说拉倒吧 你那叫做节目 你那叫组CP 哎 你有本事 你给我拎回家一个来我看看 我说妈 我倒是想 也没人愿意跟我回来呀 就是我是那种嘛 比较直男性格的女生 我觉得当众告白这个事 特别傻 你就像那个在 大楼LED屏上写名呢 然后在飞机上拉个条幅 说我爱你的 这都不是浪漫 那是一种骚扰 这个就感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啊 我都已经坐到这个份上了 你要是还不答应我 你还是人吗 所以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有个人 在飞机上挂个条幅说 吴欣我爱你 我不会直接随便地拒绝他的 我也租一个飞机 我就在他旁边飞 上面写着 但是我不爱你呀 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 真的太麻烦了 它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就不再喜欢这个人了 但是你又不能直接说 你说了对方又受不了 所以我一般都选择 直接消失 消失太简单了 我就去录快乐大本营啊 你别说他了 观众都找不着我在哪儿 所以我就不喜欢谈恋爱 但是我喜欢暗恋 这个暗恋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你不仅可以随时喊停 你还可以随时换人 你完全掌握主动权 你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你想喜欢多久你就喜欢多久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我都把他甩的 他都不知道 我黑他个大傻子 我真的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懂生活 才能更快乐 就像老村长久 我现在没事在家呢 就泡泡脚 养养生 拼拼乐高 然后播出来 观众就会觉得我特别可怜 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 但是我真的很快乐呀 我就是一个很需要 个人空间的人 我小的时候 跟男朋友一起逛商场 逛着逛着我就觉得 空间不够 商场很大 空间很小 我觉得谈过恋爱的人 都有这种感觉啊 我这种情绪一上来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就直接回家了 我也没跟他说 因为我就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缘 总会再相见 听完我上面讲的这些呢 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明白了 为什么我一直单身 但是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另外两位领校员 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尽管他们也知道 爱一个人好难呀 但是他们也只能爱一个人 有请已婚男人 李淡于谦老师 这个每一期呢 我们还会有一位 特别的嘉宾 今天这位呢 他也姓于 但是他跟于谦老师 没什么关系啊 大家不一定见过他的人 但是呢 你们一定听过他的歌 体面 有请体面人 于文文 我们再次有请李淡于谦老师 越看越体面啊 我们呢 这个是第六期了 我们的比赛呢 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 到了再有三期就要半决赛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再说很多闲话了 2019年度脱口球演员排行榜呢 现在竞争得非常的激烈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演员 也是目前总榜榜单的第一 非常的厉害 还有很严重的哮喘的毛病啊 不知道好没好 让我们欢迎呼喊 恭喜呼喊成为本场积分赛的报告王 有请呼喊登上冠军宝座 他只上了三次就拿到总榜第一 说实话我挺服气的 又是这个榜 挺好的 加油吧 只能给自己加油 目前